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是猪肝红 苹果红 还是小丸子红 你还记得上礼拜五晚餐吃了什么吗 如果不记得 那你怎么记得上礼拜五自己长什么样子呢 当我们在看诊时 医生需要理清问题所在 但通常都会听到 我印象中 好像是 诶不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到底要如何精确地陈述出暗沉及脸红的程度呢 这里提供大家一个小建议 大家不妨在发现脸部症状时 就立刻拿起手机来拍照 如果没有办法立刻去看诊 那么这张相片就可以清楚地为你说明当下的困扰了 但是 如果你想要清楚记录自己肤矿的变化 或许可以养成持续记录的好习惯 温馨小提醒 记得要在光源相同的地方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记得使用原始相机拍摄 千万不要开每季功能 才能记录当下最真实的肤矿哟